今天国民党的中场会已经正式提名侯友宜参选2024的总大选 本来以为说郭台铭一定会大闹天空 我都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的力气 感觉上我被耍了 可是郭台铭没有 他就是发了一篇脸书说 他要支持侯友宜下架民党的政府 可是你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动作就是美国 美国居然在国民党内部初选的时候丢出一个讯号是吧 如果你轻松 你就非常不适合参选2024的总大选 他们冲的谁 冲的就是郭台铭 刚刚讲到这是外交政策讲 说郭台铭是台湾的川普 他现在是跟中国关系深厚 你不是总统的适合人选 对很奇怪 这一次感觉美国对于国民党初选 隐隐约有一只手伸进来了 什么叫伸进来 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外交政策的网站 特别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他称郭台铭叫做台湾川普 就是台湾川普都是有钱人嘛 都想重政嘛 他说want to make nice with北京 他说想要跟北京和好 他里面说的非常非常多 他说相比于国民进党 国民党的立场更为轻松 但是郭台铭更夸张 他说认为与北京的友好关系 是抵御可能军事入侵的最佳盾牌 这件事情特别把它点出来 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站在美国这么高层次的 这个所谓的报道 他怎么会去来介入一个国民党的初选 你如果来谈赖清的 我觉得还比较有可能 一赖清的是执政党 二赖清的所有民调现在都领先 可是问题是对美国来说 竟然丢出这样的报道 而且对于郭台铭来说 整篇报道并不友善 不友善 连布隆伯都不友善 外交政治不友善 CNN不友善 我觉得美国根本就已经警告了 对 外交政策 第一个对郭台铭不友善之外 特别还去访问史丹佛大学 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特别说激励郭台铭的原因 只有一种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以为过去的成功 就是现在的成功 所以你看哦 这篇文章 我先不讲他内容讲对或不对 可是他丢出这样的讯号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 代表美国的态度 他对于郭台铭是打一个问号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我发现有趣的事情是 2017年CNN 其实做过关于郭台铭的一篇报道 连续属郭台铭在全球 跳票跳一兆多 对 开很多支票啊 什么去墨西哥啊 什么什么东西 突然在这个时候 丢出这个东西来 对 可是很奇怪是忽然在最近 这篇文章又被乐意了 台湾到处都在讨论这件事 哇 过来民会开拔票 会跳票等等的 可是问题是 这是2017年的旧文 现在是2013年 为什么2013年重新热炒 2014年的新闻 而且是被美国丢出来的 对 所以很奇怪的事情是 对郭台铭来说 他到底 心中有没有怒气是一回事 到底他有没有被国民党摆移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美国的这些动作坦白讲 都很奇怪啊 这件事让我想到什么时候 让我想到2012年的蔡英文啊 那时候蔡英文不是 那也是要跟马英勇选总统吗 对 那时候美国的态度是希望 民进党不要当Triple Maker 对 美国是支持国民党 合中的态度 对不对 所以蔡英文在2012年访美的时候 在美国到处碰壁嘛 对不对 碰壁完后回台湾后 飞机还没降落 华府就通过英国金融时报说 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美国不信任 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嘛 对于美国来说 他不会直接去介入他国事务 这是他们的底线 他说我不能公开介入 可是我可以私下介入啊 我可以放话啊 什么怪招一大多 有外交政策就是放话了 对 所以你看通过外交政策 通过CNN甚至包含蓬勃 这些事情出来之后 难道不是某一种态度吗 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 我觉得郭台铭之后会被闹下去 我不知道 可是美方感觉已经选边站 对于他而言 侯友宜虽然对于他们来说 虽然不是很熟悉 可是问题是侯友宜讲 他最近常常跟NIT见面啊 对不对 侯友宜前两个礼拜讲 他最近常常跟NIT见面啊 他可能在面试啊 可能在讨论嘛 所以不管侯友宜跟赖金融 或是怎么样 所以你说 美国现在透过了郭台铭 画下了一个 亲中不亲中的红线吗 他画下一条红线是 郭台铭在整个选战过程中 他是强调嘛 要进入大谈判时代嘛 郭台铭讲了 我用谈的 我可以跟中国来谈嘛 对不对 美国画下一条红线是什么 你不要想跟中国谈嘛 所以说美国画这条红线的时候 同步干嘛 透过美国国安部长奥斯均说什么 武器不用买了嘛 我送你嘛 我军援你们嘛 所以美国其实在看这样选战的时候 其实个人特质什么都摆一边 他有一条红线是绝对不用踩的 那这会影响到侯友宜吗 当然看侯友宜要不踩这条红线喔 因为美国这条红线踩什么 你不要想跟中国谈嘛 要跟中国打嘛 韩国跟日本都转弯了 你们中国还没有想跟 台湾还想跟中国谈 我们大大是为你转弯的耶 所以对侯友宜来说 他的两个态度 所以你说郭台铭被干掉 背后搞不好有美国的影子 大谈判时代踩到美国的红线嘛 美国不能接到大谈判时代 美国干什么 要谈我拜登早就谈了嘛 你以前讲过朱立伦是非常在意美国意见的 那朱立伦为什么大转弯 朱立伦以前是这么帮的 郭台铭突然大转弯 你说跟美国有关 朱立伦是美国间谍嘛 对不对 美国那跟美国很熟嘛 所以我觉得美国会不会竞选 美国如果要撤侨 美国要保护三个人 要保护三个台湾政治人物 其中有一个就是朱立伦 还有川普的国外国务部队不是来台湾吗 他在台湾第一天见两个人 一个是国安局长 一个是朱立伦 那时候我还笑他说 是不是去找他的宪明来汇报这个东西 所以我意思事情是 我觉得有些事不能谈的嘛 大谈判时代 对于美国来说要谈 我拜登早就跟习近平谈好了 要谈我不宁可早就谈好 怎么轮得到你来谈 你讲谈判就表示你意志不够坚定嘛 所以我认为有一条红线 美国在这次大选已经划下来了 好 这个史坦福大学胡博研究所的研究员 谭卜斯二半 他怎么讲 他说郭台铭有一种富有 他说这种富有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 都觉得自己多年来取得的成功 比大家知道怎么样解决问题 他说这个让郭台铭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他自以为说我可以在政治光谱里面 我都可以把自己处理掉 所以我可以把柯比搞过来 我可以把国民党搞过来 这不就你之前讲的吗 你之前就讲他自我感觉良好 你之前就讲说郭台铭一年 光收股利 就八九十亿 还不是八九十万 是八九十亿 这么多的钱让他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你当时讲这么有钱的人 不会闹事的啦 没有就收手了 他真的收手了 老姐我跟大家讲 实际上郭台铭的个性 如果你从以前看到现在为止 他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实业家 但他不是政治人物 如果一般政治人物的时候 这时候他会往前冲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输的 但是对郭台铭不是 因为政治人物很重要一点 对 政治人物是靠面子 对 如果没有这个脸皮 我就不用在江湖上问了 对郭台铭不是 你要试想 如果今天他去闹事的话会怎么样 他爱中国的资产 如果真的假设这一次中国 这个国民党败了之后 他怎么办 他要承担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选不见得选得上 所以如果我是郭台铭我也知道这一场局 国民党没有提名 我绝对是浪杠 百分之百 我之前就说 他绝对会不发育 就直接摸摸鼻子 你说家大业大是他最大包袱 对 他绝对会这样做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在他的心里 他以前 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他就很会观风向 他从以前 他也很会看时事 时事怎么走 他就会怎么走 还有人比关键更会看风向 当然 他比你厉害多了宝洁 你看 他可以见到习近平 你看 他这个国民党跟他好的时候 他就透了国民党的力量 去亲近习近平 然后中美开始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他也可以见到川普 然后利用这个力量来说 跟孙正义之后 然后又跟马云又结交在一起 所以他真的蛮厉害的 你看 而且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挖他的时候 他知道他自己很厉害 他就去了 去巴西 然后去印度 去一大堆国家 都跟人家说 都见到总统 然后牵了一大堆MOU 说我要去投资 可是最后是怎么样 没有 把他拉掉 他为风向对的时候 他绝对会这样去做 但是他会评估 如果我没有任何利益的时候 我会酸 真的吗 他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那么多跳票 就是因为他知道 去巴西投资 你一定赔钱啊 但是我已经赚到了一张照片 我去巴西这样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会这样做的人 他连跟川普都更多的一个开工 开工以后我可以不了了之 然后呢 我连在广东 广东搞了一个面板场 我也可以阿博浪杠 他都敢呼咙川普 你觉得他不敢呼咙你吗 当然敢 所以我就跟他讲 他这次的出来的选举 对他来讲的话是 这个出来练练身体 练练身体 我怎么说练练身体 很简单嘛 我钱那么多 那我现在 我现在当然希望说 我在政治上面能够有所斩获 那有所斩获的时候 因为有BNT购买疫苗 让他获得非常好的民间声望 他如果也可以透个这个力量 加上国民党的力量 我就可以选总统 就算他这次投资个两亿 两亿对他来讲 九牛一毛 如果两亿加上国民党 我可以选一个总统 这为什么不要 我觉得对他来讲是 百年难得一见的机会 如果我是过来民 我也会出来选 但是选败的时候 我要想想 我一千多亿 两千多亿的身家 如果我去选了 选上了 我两千多亿的身家 搞不好还保得住 选不上我怎么办 你知道 两亿对我来讲是天文数字 对 可是两亿对他来讲 就等于对我的两块一样 那个对他来讲不是问题 一千 绝对不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他衡量行事之后 他绝对会这样做 而且大家可能觉得说 他那时候不是躲在侯友 躲在这个 这个所谓持有宫里面 去等这个侯友仪吗 你就觉得他好像 这个很委屈 没有 他本来就是这样个性 我跟他讲 他就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他以前 他以前都曾经在飞机上面 堵这个Michael Dale 他什么事情 只要认为 他认为有机会的时候 他绝对会非常狠狠地堵上去 但是不对的时候 他绝对会快快地就溜走 就像 当时把林百里也要Dale的生意 就林百里是在机场的入口 在等着Dale 就没有想到 下机的时候 是郭台铭 跟Dale的老板一块下机的 而且我跟大家讲 他最后会 他现在跟国民党会怎么样 我觉得他会跟国民党和好 就跟以前看到林百里的时候 后来还去报林百里 那是一模一样的局面 他跟林百里闹翻了 后来看到林百里 你还是我的大哥 我觉得郭台铭就是这样个性 他的可以转变的非常非常多 他主法皆空 侧头侧尾 他就是个生意的 他不是政治人物 面子对他来说 他不会在意这个东西 他要的就是真正的利益是什么 所以你只要了解他的个性之后 你就知道说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可这次不会觉得就尴尬了吗 我白忙的一场 我被人家耍了一顿了 欧杰 你以前跟林百里闹成这样 你后来就称他大哥 这种事他都可以这样做 你觉得这种 对他来讲有什么吗 那只是他过去做的事情而已 好 所以董事长 那接下来会怎样的发展 还有美国 我都没有想到说 在郭台铭选择选举的最后一刻 今天要翻牌之前 美国居然有很多的媒体 特别强调他亲中的特质 美国也太明显了吧 美国人写这个说 郭台铭自我感觉良好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美国人写的是 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 如果你有郭台铭那么多钱 你每天都自我感觉良好 早上开始你就笑 笑了晚上睡觉你都笑 对不对 简单了嘛 每一个人只要有郭台铭那么多钱 都会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不用怀疑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这一次 美国人要搞他 或者他会不会搞美国人 这个我有一次碰到一个 他碰到一堆美国人 好像有一次美国人 然后跟什么萧美琴 都还没有当立委的时候 陈唐山搞个论坛 还没请郭台铭去 郭台铭就去了 去了之后 好像在凯悦在哪里开会了 开会大概中间还有一些 小小的这个辩论 你知道吧 辩论完之后 然后郭台铭没有吃饭就回来了 郭台铭他有找我去 你知道吗 找我到他家去 他跟我讲 他拿了那么大一碟的名片 每一个老美都跟他要名片 跟你吵架 每一个美国人都跟他换名片 都要跟他留电话 都要跟他留 美国人很现实嘛 美国也现实 当然现实 美国人最务实 他跟你废话什么东西 我跟你留名片 下次我打仗给你 你要不要来我这边干什么干什么 就很快就会搞出个东西 大家都在做生意 大家都 美国的参众议员的后面都是生意人 他没有生意的人 他怎么募款嘛 对不对 所以他到处 他这个不是吃得开 他是钞票吃得开 至于这一次来讲的话 我觉得郭台铭表现很好 从过完就历年开始 到现在 不到才两三个月时间 他花了没有多少钱 他花多少钱 我们算一算几千万吧 几千万还不多 对啦 很多啦 对我们来讲很多啦 对他来讲的话 九牛一毫嘛 可是那么 给他表现非常好 那么短的时间 打出这么一个高峰 然后民调直逼 这个侯友宜 差点给他翻过来的 他功败垂成 临门一脚而已 如果你只有高手 像什么郑昊这种下去帮他忙的话 就过关了你知道吗 他就因为他 这个中间就差一点点成功 可是现在你不要忘记 他现在变成国民党类的三大佬 三大咖之一 他大人物啦 他是参大咖 他现在当大咖 他现在开玩笑 他有个呼风唤雨 他手上有韩粉 他有很多本事 我不知道 反正他现在看起来 就是场面热闹 你看今天还有一个 南投的议长 为了他退党 对不对 这个很有魅力 这个有影响力 所以他在今年这局选举里面 不知道什么角色 但是很简单 他会玩下去吗 一定会玩的嘛 他在这边 你会挥一挥衣袖就走了吗 他神经病 他花了几千万挥一挥衣袖 他花几千万才不跟你挥衣袖 对不对 他我要花几千万 我就把大家排一个 我弄个阅兵式来给我看看 他一定会在选举当中 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然后让全世界让老美 对 让这个北京的朋友知道 我老郭在台湾是 我喊的 他这个是 他是一个有够力的人物 他花几千干什么 对 你以为他那么好啊 所以今天不是休止符 今天不是 今天是业绩报告 他告诉全世界 他在国民党内 有绝对的影响力 那请问你很简单嘛 他在选举过程当中 侯友宜 侯友宜要不要跟他稍微沟通一下 要沟通一下 还是要沟通嘛 他帮侯友宜站个台 总是比较场面好看一点嘛 而且他现在这个场 他现在留下很大的余地跟空间 对 那国民党很多人 当时那些像陈玉珍这些人 对 莫名其妙他受了一堆班底 他变成一个大派系啊 对不对 如果他愿意的话 像我们这个 我的好朋友傅坤奇 一定是安全马后的 他在跑 好吃开玩笑